香港职工会联盟星期三发起一年一度的五一大游行 要求香港政府制定标准工时 集体谈判权等政策 保障香港工人的权益 有关详情 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谭佳琪发自香港的报道 多个团体 约二千多名工人和市民参加了今年的香港五一大游行 游行队伍下午两点半从香港维多利亚公园出发 游行道政府总部在前往中环李嘉诚旗下公司总部长江中心 游行人士要求港府建立平等劳资关系 制定标准工时 集体谈判权和全民退休保障等政策 并尽快处理香港码头罢工工人事件 已近罢工三十五天的码头工人和家属也参与了游行 抗议香港首富李嘉诚拒绝回应罢工工人加薪的诉求 又批评港府没有为工人争取权益 我们打工仔 工时长 工资低 分享不到繁荣成果 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任何劳工的保障 我们没有集体谈判权 所以我们没有平等的议价能力 我们没有标准工时立法 所以我们有无偿加班的问题 港府研究报告显示 香港全职雇员工时每周长达49小时 香港政府上月已经宣布成立标准工时委员会 表示需要三年去研究相关立法问题 不过劳工界人士认为政府是在拖延标准工时立法 美国之音记者谭佳琪在香港报道